哈喽,大家好! 走,我带你们去我平时会去的 副食商店走走,去走马看花 Let's go!去Tesco! 我要介绍大家,平时我会买的鲜奶 这个牌子的鲜奶非常好 很好喝 很有这个很fresh 很有牛奶的味道 还有Tesco的也是蛮好的 Tesco的我也是蛮常喝 也是非常的好 回去我会教你们 怎么泡咖啡 泡起来还比星巴克的咖啡更好喝 大家拭目以待 我要教你们泡咖啡 看如何可以泡醋 比星巴克的咖啡更好喝 Let's go! 这个是M&S的咖啡 看到吗? Instant的 然后你必须要有 Fresh Milk,鲜奶 这是昨天我在Tesco买的 他们的鲜奶蛮好喝的 他们的鲜奶蛮好喝的 当然也必须要有烧水 然后 黄糖 来吧! 我们教你,教你怎么泡 首先呢 你要放 两汤匙 两汤匙 的咖啡 已经够浓了 两汤匙 然后放 糖 两汤匙的糖 如果有人喜欢 喝比较甜的话呢 可以放多一个汤匙 两汤匙 满豆 烧水 最重要的秘诀就是 烧水不可放太多 就放这么少 点点 然后 要搅拌 让它均匀 要搅拌均匀 这就是秘诀 很多人泡咖啡的时候 会放很多 倒水 那就哇喝了 那个咖啡会变很淡 就需要放这么少 然后 搅拌均匀 给它的糖 溶掉 好 好 辣豆呢 搅拌均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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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这个 保温杯的话 你们可以 倒到保温杯里面 然后慢慢喝 因为那个冰块会有 所以可以慢慢喝 慢慢享受 也可以带出去喝 然后呢 来了 先拿 下去 看到麻布 然后搅一搅 就是一杯好喝的咖啡啦 让我 laboratories 超級好喝 香濃咖啡味,還有鮮奶味 還比星巴克的咖啡好喝 又省很多錢 這個只需4塊錢就可以泡一杯咖啡了 在星巴克買就差不多要15塊16塊囉 所以你省了11塊錢的咖啡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為止 所以你們可以回去試一試咖啡怎麼泡 然後呢留言下方給我知道 泡出來的咖啡好喝嗎 喜歡這個影片的請幫我按讚 然後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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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